好 針對這個晶片法案的通過 我們看到它基本上有幾個 三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要重建 美國的本土產這個供應鏈 然後產能 第二個實際上是要加速美國 可以在半導體的技術 跟研發的這個地位 那第三個就是要去重新 培育美國的半導體相關的人才 那所以大家可能比較著重在說 就是像我們台積電這些廠商 要去美國重新設廠 好像感覺似乎是 我們是單方面在協助美國 但是實際上除了這個角度以外 我們剛剛提到的 我們的廠商過去美國去設廠 實際上也會受益於美國 現在這個晶片法裡面的研發 跟設計的補助 還有包括它也希望要去 增加兩邊的這個人才的交流 所以我們可以去增加 台美這個半導體晶圓 廠的這些叫人才庫的養成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雙向互惠的效果 不是只有單方面我們協助美國 重建本土產業 這是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我覺得必須要去看的是 因為這個晶片法裡面 有一個類似像說 我們要講的技術分流條款 也就是說它有限制說 未來只要受到這個晶片法 補助的外國企業 基本上它會要求你十年內 不要再去中國去新設廠房 或者是去擴廠 那我覺得這個條款 當然就會對於 就是現在可能有在中國的 比較大型的像台積電或三星 韓國的三星或許會有一些影響 但是實際上台積電 我們現在在中國設的這場 大概就是屬於比較成熟製程 28奈米以上的 那現在美國這個晶片法 實際上有提到說 成熟製程不適用這個 所謂的十年條款 那當然它沒有界定 什麼叫成熟製程 所以28奈米會不會被界定為 成熟製程 當然要看後續的發展 可是至少我們不會認定為 它是一個所謂先進製程 這個是相對確定的 那現在看起來 可能三星會是在這個 所謂的技術分流 這種十年條款裡面 影響會比較大的 那因為它基本上它的很多的 它可能有些錫安廠 這個他們的 包括它的這個營收 可能就是對韓國的三星 是影響比較大 所以這個條款相對來說 會可能是對韓國 它必須要去比較審慎面對的 可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剛剛主持人提到的 就是對於這個所謂的 晶片四聯盟 這個四國的新的聯盟的 這個倡議 那這個倡議呢 過去韓國看起來是比較保留 那主要原因是我們看到說 韓國認為說 到底我參加這個聯盟 當然除了很多的 所謂中國考量以外 因為中國畢竟還是 它現在半導體 韓國半導體 大概佔了它的六成的出口所在地 那除了這個經濟上面的考量 它當然還有包括了就是 它也擔心說 就是可能在這個軍事武力上面 它可能需要中國的幫助 幫它控制北韓的 這些核武的擴散 可是我覺得還有一個 是他們擔心的考量 是台灣也要去想一想的 也就是說 跟美國參加這個四聯盟 這個就是 整個晶片四聯盟 是會把人才跟技術 會不會在這個過程當中流失掉 這個東西我覺得就是交流之後 自己還可以保有多少 自己專門的技術 跟智慧才安全 這個可能也同樣 我覺得我們可能不會碰到 韓國那些政治上面考量的問題 我們相對比較小 可是產業上面的這個優勢 如何維持 這也是台灣同樣要思考的 那至於剛剛您提到這個 像這個劉德英董事長這邊針對 在這個時刻他所提出來的 這些評論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在晶片法通過之後 他也要確保說 台灣在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他特別有提到說 他希望台灣不要 他有提到一個詞對不對 台灣應該不希望因為臨近國家 臨近中國而被差別待遇 我覺得這個就是要確保說 在晶片法之下 台灣的這個不論任何企業 台積電到那邊去 基本上希望可以受到平等的待遇 就是有補助的 你不是只有補助你的Intel 我的台積電 我的任何廠商也是要同等的待遇 那此外對於地緣政治上 我覺得他想要去強調的就是說 中國不要誤判 就是拿下台灣 不等於拿下所有的這個 確保晶片供應無余 因為他特別以台積電為例 他提到說我的化學品 我的材料實際上都不是 我來自於我台灣自己可以生產 我是要來自於日本跟美國 所以就是只是要讓這個中國 當然我相信中國應該 中共政府應該也了解 可是他只是要再心強調這件事情 以及我覺得第三個 他就是要讓大家提醒 就是說避免這些無謂的紛爭 或者這些擦槍走我的風險 當然不是只有中國的 中共政府的責任 包括了可能美國跟台灣政府 我們也都應該 大家有共同的責任 要去維護這個區域和平 這樣子的一個義務 所以我覺得大概 這個劉德英董事長 大概就是要提醒大家這些事情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 那麼感謝各位長期對我們的支持 新聞大破解團隊將持續為您製作 更有值的節目